不要開的 太不就直接 開始我們下一個音程 掌聲歡迎我們的翔正 嗨嗨嗨 收開一頭 因為我的頭裡面有點小過 然後我怕 我怕我這個 一時失控不法自罰 真的講太久了 好OKOK 嗨嗨大家好 真的感謝大家來聽我的協學 然後我叫Jalice 然後這是我今天要演講的主題 主要我要講的是HTV3 這個大家可能沒有聽過 或是有一點知道但不是很熟悉 因為目前它是一個還在 現在正在進行事實在協定的一個 新的HTV的Portacle 對 那原本畢竟應該是這個去 上一個月就是2019的7月 就要完成最後的final version 但其實它還是抖了 是delay 因為它上個月子 只deliver了 就是第二十二版的Jalice 對 所以我的Ruby算牌 沒有打好 我原本想說它一發力 然後馬上就講 這樣聽起來比較厲害 對 但看不到它還沒有發力 所以我們現在就講 其實是一個Jalice version 不過基本上 大致上架構都是一致的 然後它不會太大的差別 所以整個邏輯是差不多的 好 為什麼 所以如果今天是想來聽 就是HTV3跟GOLAND的一些 不要聽GOLAND想管的話 可能就比較 比較沒有琢磨在 對 對 我有在我的Hack&D裡面 稍微講一下 就是我聽過改過 原本應該叫做 HTV3 mid的GOLAND 對 但今天這個Cartier 就沒有什麼GOLAND的成分 對 所以說想聽GOLAND的 就sorry 對 對 好 為什麼叫做Libs呢 就因為大家怎麼知道 致敬的VTDILibs 維基簡易 對 但我後來想一下 這個好像在台灣 不是 不是 很有梗 對 可能要英文講會比較順 對 就沒關係 好 OK 稍微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叫做Jes John 然後目前任職於Envoke 然後擔任之後 剛工程師的角色 那 我的Tim主要是負責 整個公司 所有的Videos FREME以及COSMED FACING的 的 的部分 所以我主要是 呃 我公司是核心的 Begame的 開發負責人 對 然後 除此之外的話 我也是GOLAND MIARP 也是台灣基道工程協會的成員 然後 以前在GOLAND MIARP上面 就是常常 sorry GOLAND台灣 對 然後我也常常會在MIARP上面 就是擔任角色的角色 所以可能有些 有參加過的人 應該有看過 之前有講過 包括GOLAND的GOLAND 以及講過一些 跟WAPS 然後跟TCB的一些理性 工作有關 對 大概是我平常偏好的東西 就是比較底層的東西 謝謝 然後 因為 呃 這有點尷尬 就是 既然我在當初報名的時候 自己個人的身份就報了 但講到報名完之後 我的主管 發生這件事情 他想說 把你都報名了 你都要來講不如我們就 贊助COSCAP 所以 B公司就是COSCAP的贊助商之一 然後再硬有擺碳 對 也因為我們有贊助 所以就 就 無法避免 我要公商一下 原來是沒有這個Session 不過我們現在都放 就是 小站座 就 咦 咦 所以就沒辦法 所以我們還是要公商一下 我們這個公司叫 其實剛才講過我們叫 Python Volcom的Vision 我們做的是整個 Videos Security的產業 整個 Videos Security System 所以我們會有自己的 CAMERA 自己的CV的 Machine Layer Type Line 我們自己的 CV的Python 對 我們有一整套 就是從 End-to-End的Solution都有 那 B公司 或者說BT 就是負責CAMERA到 CVPython 以及從 CVPython再到 Python的部分 對 詳細的詳情 就可以去樓下 跟我們的攤位 跟我們聊聊 我們現在也在爭彩 對 因為我們就是要進下一 round 有了一筆錢 然後我們想要把它進去變大 對 然後我們想要做什麼 我們的風格是什麼 就是大概跟我們演講的風格差不多 就是我們喜歡研究一些 有的沒有的東西 就是比較新的技術 去思考這個東西可能會被用 對 所以如果你也喜歡這樣的風格 或是喜歡 就是研究一些 就是可能不是這麼 不一定馬上使用 但可能是未來是 比較有趣的東西的話 就是我們可以來聊聊 OK 這是今天整個 share copy的guidline 所以我先簡單介紹一下 為什麼要講這個主題 以及這個主題 背後的背包 當然 然後接下來就是在講 我們今天的主題 是在講HPV3 以及 什麼是HPV3 然後 它的背後 其實是可以運作的 那 除此之外的話 我們要講到更底層 就是可能會講QIC 就是一個 Transport Layer Poloco 它也是 實際上是HPV3 最核心的 一個 開發或是一個 feature 那是基於 不是在 跟之前最大的材料 就是HPV2 和HPV1 他們都是基於 TZIP的 但到HPV3之後 整個PX 這個Poloco都換過了 變成QIC 那我們等一下會介紹 什麼東西是QIC 那最後就是一些 介紹 一些討論 以及解釋 OK 這是我們 整個Tommy的簡介 剛剛說的 我們要講是 HPV3 以下底層的 Transport的 Poloco Translator Protocol QIC 所以整個TESLAIR 大家會看看下面的主題 一個是 為什麼我們要有一個 新的HDP的Poloco HPV1.1 HPV2 它現在沒有達到 或是它沒有 有哪些缺點的時候 我們會需要一個 新的HDP的Poloco 也就是 如果我們有一個 新的HDP 為什麼要換它的底層 為什麼要換它的底層 HPV1 為什麼不用原本的 TCP IP 對 然後 再來就講 為什麼 什麼是QIC QIC QIC 是不是小 很怪怪的 對 應該先講HPV3 然後先講QIC 然後我們會比較一下HPV2 跟HPV3的 主要差別哪裡 然後應該一些關於 HPV3 目前的討論 以及一些它 在 可能在 可能在 社群上會有一些 配合 或是一些 批評一點點 我們會稍微帶過 OK 這個 想必很多在座的各位 已經工作很多年 已經很重要看到這個東西了 幫大家 複習一下 這個叫做 這個 這個 computer network 整個 整個架構 這個 可能大家出社會 就不會再看到了 這個東西就跟 垃圾從來來是一樣的道理 就是 網路通報實際上怎麼傳輸呢 其實它不是一個 單一 單一或 扁平的架構 它是一個 有很多類的 然後 是一個非常 有層次的架構 然後每個層次 或是每個類 會有它自己想要主持的事情 以它專門的想 所以你可以透過不同類的 完成自己的事情 這件事情 把不同類的之間的 組織切換 給大家一樣的效果 那 簡單的說的話 OSI model 或是另外一種 更常用的 可能是TCV IP的model 那 它會把所有的功能 切成 比OSI 還是會切成 7個layer 我們不會 我們不會講細節 那以IP而 TCV IP的話 它會切成 5個layer sorry 應該是4lay 它會底下有個擔心 對 所以 以一個風包 或是說一個網路的data 在傳輸的過程中 你會分成這麼多layer 那實際上 在運作的過程中 你會實際上 會用到大概是從 transport layer 以下 transport layer 就是大家比較熟 就是TCV never layer 就是IP 所以這樣的話 都來進行 而概念上面 基本上是m-chain level 就是 你的應用程式 你的service 是什麼 是使用這個data 對 所以你在傳輸的過程中 只要是transport layer 以下 基本上都會被你的中階層 不管它是router 33 hub 或是它是crossing gateway 你知道有可能會被它去 偵測 或是被它去看 裡面到底是什麼東西 所以底層 會跟運輸有關係 只是時間跟它 transport有關係 而上層是跟應用有關係 對 跟大家有概念 這樣才會比較知道 為什麼我要講 HP3 以及它 transport layer的Portoco 好 再來什麼是HP3 這個我們就 不用多講了 我相信大家都是靠這次版的 比較很多人就是 這個城市的網頁相關 或是說網路工程相關的工作 對 那HP就是現代網路 通訊的即時 對 這個 這樣說應該是不錯的 畢竟TCIP的model 基本上就是 World Wide Web的核心的概念 所有的operative system kernel 甚至是HRWA 都是基於TCIP的model 在做優化 所以今天如果你不好TCIP 你的Promers 就一定會抓 對 不管是跑任何東西 其實都會稍微影響 因為你的底層 你的實際上的真實事情 你的物理世界其實是沒有 很好優化的 對 就是HP3 所以目前現行的版本 最主要是兩種 所以應該大家都 手 第一個是HP101 你是在1999年 就是大概20年前 發布的版本 你是現在 這個再戰20年 都會再繼續用的版本 以及在2015年 發布HP2 那 HP2到現在已經發布 大概 四年多了 即將賣 第五年 可以稍微請大家 這個 想要調查一下 這個貴公司 有在用HP2 有可以舉個手嗎 喔 有想像這麼多 好 太好了 事實上 HP2 就是到了現在 這五年過去 其實它補學率相對 沒有這麼高 它是用在一些比較特別的case 就是你知道它loading會比較重 像 大概有什麼用 對 那這時候大家就有疑問 那HP3 這時候推出來真的會有用嗎 就是一個好問題 你之後會回來討論 OK 那 HP1.1 或是HP2 主要會面對到問題是什麼呢 其實所有的 風暴層 都會面對到的問題 就是hide of mind blocking issue 什麼意思呢 就是排隊問題 就是今天你前面有排隊 你要結帳 你一定要等他結完帳 才可以 才可以換到你結帳 你不可以查對 因為我們這個 很好 禮貌以及遵守 這個 我們不要講遵守 就是我們就是要排隊 對 所以當前面的人是站著不走 或是他卡住 他有些糾纏的時候 就沒有辦法 就要在那邊等 所以這是整個網路 產出上會有的問題 對 就是當你前面的風暴 有些小問題的時候 你就會必須要等他完成 再可以繼續走 對 這也是TCP 就是Promise 我們會有 Devent in order 像這樣的 feature 的來源 就是他會Promise 你的東西怎麼送 他就會怎麼到 他順序是值得 對啊 所以他也要幫你做 就是reaching 就是他會辦法承受 雖然你東西跟你預期的順序是一樣的 那這樣會有什麼問題呢 在HTT1的時候 這個 大家應該也知道 就是如果從事過網頁 網路開發的人都會知道 就是你的browser 一次對一個Domain 只能用 六個平台選 就是一次repress 怎麼打六個 超過的話你就要等 對 其實這是另外一種 head-of-line 對 就是如果你今天repress很多 你網頁一開起來的時候 你有非常多repress 要打同一個Domain 你就必須要等 前面先 序復出發的 repress打完之後 他會把他打 不然他會堆 browser block 所以就是HTT1 1.1走 會遇到的問題 那後來有些解法 什麼keep alive 之類的 但只是來說 他其實是一個 option layer 的head-of-line blocking issue 就是你的HTT1本身 就會需要等待的工作 那這次你在HTT2的時候 會警覺 就是你的option layer 不會不再需要等待 因爲 基本上HTT2 最合心的概念就是 他幫你把 tcp的connection 留著 同時他提供了 transport layer sorry application layer 一個抽象的概念 就是他有一個street的概念 所以不同的street 可以有不同的 order 和order 的deliver 比如說你今天 如果在同一個connection 你的repress是擺不同的street ID 它就不保證 它的deliver的順序 一定會跟你repress打出去的順序 是一次 順序是一次的 它可以promise說 你同一個street ID 你打出去的repress的順序是一次的 對 所以它給你的是一個 application layer的 的solution 讓你可以去寫這個head 然後拿一個blocking issue 對 但聽起來其實是很棒的 就是 起碼你的HTT1 你在用的時候 你的supro 或你的朋友 是可以耗費很多 但 這在某個情況下 其實是不太使用 比如在你的網路環境 不是很穩的時候 為什麼 因爲你的底層 其實跑來還是TCP的價格 而TCP 只看到的東西是 應該說 你的router只看到的 就是你TCP的 的layer 而這個layer 會幫你promise說 你的package 就是你的package 一定要是 一定要傳送的速度 傳送的順序 一定要是指的 就是它一定要是你holder的 它不可以說 因爲它其實它看不到 application layer的事情 因爲它不知道說 這其實是不同之距 對它來說 都是同一個source 跟同一個decination 因爲你的tcp connection 不擺就是 IP跟po 對 對它來說 這都是同一個世界 同一個類型的東西 所以 即使你的application layer 的 任務是不同的 你用不同streaming 開來 但你在傳送後 你看到的東西 它還是會看到 是舊的東西 所以當你的網路不穩 你的網路的 這個technic dose rate 高感少 超過一趴之後 HTB2級反而是更不好 它可能比HTB1.1更爛 對 那這個case 會在什麼情況下發生呢 但你用的是 行動網路 或者是你用手機的時候 非常容易發生 這個 這個 這個有點太底層 但是就是它會 因爲其中網路 基本上你是連Wi-Fi 或者連資訊 那這樣的網路 叫做sepure network 就是它是蜂草裝網路 所以你會在不同的蜂草之間 就是你會進去 那一種就會切換 那你的connection就會 因為這個是動調 或是你現在所在的位置訊號不好 你的package loss rate就會高 對 所以當這樣的情況發生的時候 因為HTB2 反而會比HTB1.1更爛 對 那誰會先體現到這件事情呢 就是有大量高速傳輸的公司 像Google的YouTube 就會遇到 因爲使用者很喜歡用手機看 當然大家可能坐在集群上 就是嘩嘩嘩嘩嘩 嘩嘩嘩嘩嘩嘩嘩 嘩嘩嘩嘩嘩嘩嘩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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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 所以 這樣提起來 其他的問題在於 它的底層次跑 還是TCB的 TCB的 所以根本如果想起這個問題的話 勢必我們必須要把底層的 trancable layer都會換掉 好 稍微有問題 所以我們是想要把底層的trancable layer都會換掉 但 同時我們又希望 我們還是希望原本那些 嗯 就是farm promise 什麼會重送啊 或者知道可以加密啊 等等之類的 在傳說過程中 還是希望有這些功能 其實來說就是工程師 或是這個世界的人 太開心了 我們什麼都想要 我們都要 我TCB跟UDB的統統 我全都要 對 所以 很顯然是我們會選一個新的 trancable layer的pore-go 我們跟它同時能達到這件事情 但 與此同時我們要同時考考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 新的trancable layer的pore-go 其實是非常能被decore的 為什麼 因為 大家可以想像 當你傳一個request 從client到server的時候 你中間經過非常多中間的device 這些device甚至都不成功的 你甚至不知道它support的 TCB或是UDB的版本 到底是什麼版本 你甚至不知道它的搜索 是不是有 10秒 20秒沒有更新 所以一個新的pore-go 想要被decore其實是非常難的 舉個例子來 就像scb 就是會把它提示在跑的東西 它從它publish到 到實際上 可以讓大家正式被10秒 其實是過了一個非常多的 就是一個約約10年的時間 才有辦法逐漸開始 有機會被補給 所以它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中間層次大部分都不成功 所以如果今天我們 冒然就開一個全新的 全托類的描述 你會面臨到第一問題是 你都會被補給 因為中間所有的device都不自由 你要等它們全部都分心完 怎麼可以 想必在現在這個邏輯 所以你只能跑去UDB 但同時你的transport layer 會再包一整個QIC的pore-go 對 所以它會在UDB的上面 再跑一層 純pore layer的pore-go 這層pore-go 會幫你做 reliability該做的事情 從送 secure 這些事情都會有辦法來做 而它secure可以用的方式是 它一樣是做TLS的handshade 而它支援的版本是TLS 1.3以上 說是以上 但目前最新的版本是1.3 也是沒有以上 不過之後就是TLS 1.3以上 對 而在這樣的transport的pore-go 上面才是HTB3 所以HTB3基本上是BaseR QIC這個transport layer的pore-go 來開發的 所以我們兩者之間 有個Vbook分的關係 好 我們來講什麼是HTB3 其實剛剛講的 是差不多了 主要它是想要解決的是 transport layer 這一層的hade-go-line-clutch 而 除了這件事情之外 它其他的master 或是他整個狀態的使用 都跟HTB2 所以已經非常接近 他們一樣會有request body oh sorry 看他的body 像你的這樣 我們也一樣是做request response 這樣的pattern 對 所以該有的東西都有 就是你的master 就是get, delete, post, put 這些東西一樣都有 對 然後它裡面的body的傳送 body還是以frame的形式在傳送 就跟HTB2是一樣的 所以這些都沒有差別 差別在於它底層跑的 全部跑的protocol是不同的 也就是說 它的實際上傳輸的 data傳輸的方式不一樣 但是它的上層 以開發手的使用者來說 你會得到是一模一樣的精密 這是它的好處跟它的優勢 對 然後這樣一開始除了 就是HTB3 還在現在自己 它的final version還沒有會出來 對 原本應該是 就是那個 上個月 7月 但之後只除了第二十二版本 你可以發現 其實它已經除了第二十二版本 它都還沒有完全討論清楚 其實是因為它有 大家有很多 concern 底下跑是HTB HTB HTB就會有很多 社會上的問題 需要被解決 那大家就是覺得這個解法 現在都還不夠好 所以就是一直卡住 然後來回來回 對 如果看那個contributor之間的 沒有任例子 你會發現 就是有一個東西叫什麼 HTBDDoS is too easy 然後那個大概少了三個月 對不對 等等之不之類的 所以他們其實就是有點卡住 對 好 這是個比較 我想大家最關心的是這個 就是HTB2跟HTB3 差別跟它 多的東西到底有哪些 基本上像大家說的 等一下確實什麼的 protocol變了 從TCB面的QIC 然後提升跑是UPP的架構 一樣還是會有connection的結構 但它差別是HTB3 多一個叫connection migration的功能 什麼是connection migration 就是說 之前舊的connection 應該說HTB2 是綁的是IP跟po 也就是說它其實 跟client的IP跟 server的IP 跟兩者的po 這件事有關係 所以如果今天你的source IP的race 換了 或是你的po 換了 這件事情 對它來說 這個可能很多錯誤 但是在HTB3 是無味 即使你的底層網路 整個結構都換了 你只要可以辨解說 它是同一個connection 它就會繼續跑 這也是UDP這種 broker的好處 對 然後 String這樣的結構 也是繼續有 HTB2 有的東西它也繼續有 但差別在於 String這樣的結構 在HTB2 是做在五線 layer 就是做在HTB2裡面 但在UDP3的時候 它是做在 Train layer 就是做在更底層 所以在底層的時候 就可以幫你做分流 而不會到 Reformation layer的時候 才開始處理這件事情 除此之外 像Multiplexing Fompile Rentention 也都有 Flow Control也有 Flow Control 也有 那比較特別的是 像secure部分 HTB2 像大家用法上 都會用HTB2S 所以一定會secure 但結果那是個選擇 就是 你可以用HTB2 但不加密 這是可以的 雖然自然說 你不會這樣用 但在HTB3的時候 是不省劇的 你一定要加密 如果你不加密的話 你是連HTB2做不到的 對 這個是比較差的差別 就是在HTB3 或是 我認為應該是 在之後的版本裡面 不會再有明碼的傳說 這件事情 對 其實它是一種 那為什麼要這樣 其實是有原因的 最大的原因是 大家可以看這個 就是 後的HTB2 這件事情 如果是原本 TCB的話 如果你加密的話 你的Roundstream應該是三次 所以你要先做一次 3-ray的Handshare 然後進完TCB 再做兩個Roundstream的 的 TLSD Handshare 對 通常來說 你會做三次 但在HTB3的時候 你只會做一次 所有事情 都會在一個Handshare的時間 被完成 為什麼要做Handshare 因為你會保持UTP 其實你不需要做Handshare的動作 而 這一次的Handshare 是為了加密的做的 也就是說 為什麼它可以只做一次完成 是因為它用的是TLSD3 我們稍微會講一下 TLSD3 跟之前的版本是差別的 剩下就是 該有還是有 是社會Push 還有Comperation之類的 Sorry 我要講快一點 好 這個是Promotion 我覺得是數字不太多 假如說 這來說 你要用TCB 就是用用用用 然後你的HTB2 你要從從HTB1.1 Promo到HTB2 基本上你會看到的是 你在從所有拿到Response裡面的某些封面 那這件事情在HTB3是一致的 所以你會看到一個特殊的封面 如果是HTB1.0的話 你會看到黑的 你會看到一個封面 叫做Alternative Service 如果在HTB2的話 你會看到一個Friend 叫做Alternative Service 所以你拿到Friend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知道說 喔我可以Promote 所以它可以進行另外一次的Handshare 就像他就會說 喔我要Promote 所以如果是Promote成功的話 他會在Promote成功 Receive成功之後 才把原本的Handshare去折掉 然後你就換到一個UTB的Handshare去折掉 所以這個邏輯上聽起來的話 如果你不成功 當我今天想做Handshare 然後換成Handshare 然後換成Handshare 不成功的話 你會發生的事情是 如果你今天失敗了 你就會回去繼續用舊的Handshare 就是他要做Forbet來法式 就是他不需要keep舊的Handshare 直到他Promote成功 他才可以把它削掉 對 所以你可以無痛的就是 多用Handshare 就可以知道你可不可以升級 好我要加速 所以這是QIC 既然QIC不是一個索型 它就是一個完整的Turn 然後確確來說 它的意思其實是Quick 所以它希望很快 所以它是一個新的 它是一個結合PCB跟UDB Feature的 一個新的Protocol 然後它跑在UQB上面 它可以聽到Reability 然後Circute的功能 OK 好 基本上QIC是一個 General Purpose的 的Transport Layer的Protocol 比如說它設計上 不是只有給HTB用的 啊 sorry HTB用的 它可以從其他的 Application Layer 或者像FDB 或者是任何其他 SNDB也可以 對 所以HTB3 只是它第一個 試驗的場合 或是第一個證明它 實際上是有用的場合 對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 General Purpose 但在第一次的QICB One版裡面 它沒有去明定說其他的 Program 它只Focus在HTB3這個事情上 但它的設計的原理上是 目的上是 它是有 General Purpose的 OK 好 先稍微不看 反正它是Google提的 然後 然後其實在2007年的時候 Google就一定要用它們自己版的 大概 大概主流的YouTuber 大概有 Toto來說 它大概7%的Traffic 是來自於 Google自己版的QIC 對 而YouTuber來說它比例很高 但都只要下一個%之間 就是它會Incase 它的 它的中端 到底是不是Mobile環境來決定 好 好 所以一樣在現在7% 好 這個 這個也沒有什麼好想法 就是剛才也講過 就是你呢 喔 我們的那個 網 slip有放在那個 共筆裡面 所以你可以直接打開來看 然後我們就不講細節 反正就是剛才你也都講過了 你可能是用 UDP 然後你用 Relive 也有這個Transfer 然後你一樣會有Stream的Connection架 然後 也知道在Stream裡面 在Connection 然後是同一個Stream裡面的話 你的 Order 就是你Delive的Order 一定會是 一定是有序的 對 然後你也會選擇 好 然後 主要講的東西是 Connection的部分 對 就是這個跟之前比較不一樣 就是 舊的HTP 就可能選是 像大家說是 IP跟Pole的BID 但 在新的HTP3裡面 或是QIC裡面 你的Connection 不是Bind by IP或Pole 而是Bind by Connection ID的東西 而Connection ID這個東西 基本上跟你的IP跟Pole 完全沒有關係 它是一個獨立的 然後 它原理是 就是一個Connection 會有Source 跟Defintion 兩邊 然後他們兩邊會 共同時有對方的 辨識用的 Intention ID 所以當你收到一個 送一個Request 裡面必須要帶出 你的Defintion 跟你的Source 這樣才可以知道 它到底是哪來的 所以即使你的體程換來 只要還是可以用到 原本那個ID 它還是會覺得 你是同一個地方來的 所以你的Connection 其實可以做Migrate 然後這有些Migrate 有些Migrate 但我覺得這個 其實比較重要 還是要講一下 雖然時間有點小 不夠 假如說這個是 一般Handshare 最上面那個是Handshare 所以當我們第一次 做Handshare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Defint 的ID 因為這個是Cline 可以給的 但Cline Oh sorry Cline會知道 這個Source 所以Cline會知道 ClineHello 就是說 我們想要做Handshare 那它傳過去的時候會做什麼呢 它的DefintationID 會給一個隨機的詞 就是不重要 然後ClineID 就是它自己 手上的DefintationID 所以Source 收到之後呢 它就會 它就會把Source Handshare 就是建Handshare的方式 傳回來 從此它會在它的Source 的ID的地方 填上它自己的ID 然後在Defintation的地方 填上ClineID 對 Defintation就是你想傳送的地方 Source就是你 來自哪裡 所以當Cline 收到了這樣的一個 SourceHandshare的東西 所以它成功之後 它就會看到 這個Response裡面的SourceID 是Server的ConnationID 所以它就會填進來 它就拿到了這個ID 所以之後 這個 你在傳送的部分中 你的Client 或是Server 都只會填 DefintationID 而不會填SourceID 因為它會認為 你只要有DefintationID 就可以找到 SourceID 如果你找不到 就代表說 這個方法是假的 當然有些細節 像是如果我們今天 我們想要換 ConnationID 大家是可以的 不過這個就太細了 對 這個地方就跳過了 然後有興趣的話 我們可以是剛才討論 然後Stream 其實Stream沒有什麼特別 就是跟 ATV2是一樣的 對 唯一的產品是Stream的 Pilotation 沒有辦法靠 Transport Layer 這層自己做 所以 它的Application Layer 不需要提供 這些選中的方式 讓它知道 所以說 這也是唯一 如果你要用QIS 這個Protocol 當上其他的Application Layer Protocol 都要注意的事情 就是它必須要有能力 可以提供 或是支持 就是不同Stream 之間的選中 這些事情 如果不能提供的話 這個功能是不能用的 大家到本來提前選 就是你的Replay 送出去的時候 因為音樂的選中 所以它順序會跟著改變 就是你選中的這種東西 你的 被送到 被越快送到的機率會越高 對 它會做一些排序的動作 好 再來是架幣 我們剛剛所說的 我們剛剛所說的 是不是沒時間了 我們還有三分鐘 好 就是它提供的是DF1.3 DF1.3有兩種用法 一種是完整的TLS Engine 另一種是Fest Engine 就是它會做的狀況 這其實上它 呃 理論上其實不是做的比較快 而是它會允許你在第一次 做Hand Share的時候 就塞資料進去 可以塞了Hand Share 的資料進去 所以 當你拿到這個 當你拿到這個資料的時候 你就可以先開始做 所以你在第一次Hand Share的時候 就可以有一個 Hand Share的時候 Hand Share的Response可選 好 這是 TS1.2跟1.3的差別 其他差別之外 尤其是之前TS1.2的時候 你的Client 就是 你會做兩種Round Share 其實有些步驟是 沒什麼意義的 像Client Carlo這個動作 其實什麼都沒有做 你就是跟他說 我想要做Hand Share 對 在之後 但是TLS 3的時候 不會 你會連金鑰一起給他 你在第一次Round Shift的時候 你就會做 就是Key Exchange的動作 而之前是在第二個Round Shift的時候 才會做這件事情 對 所以 就是最大的差別 所以TLS 1.2 你要做兩個Round Shift 才會有辦法把 TLS的Hand Share完成 但在TLS 3的時候 就要一次 對 好 這個是 0Round Shift的Hand Share 在TLS 1.3 是怎麼做的 看剛剛說的 其實它有一個 預先的條件 它的條件就是 你的這個Client 跟這個Server 不需要從之前 要見過Keynash 而雙方還要保持 對方的基標 然後還需要被Cache 就是 就是它必須要被Cache 然後看得到 對方的基標 的情況下 你才可以做這個事情 不然你的場次會失敗 就是其實你 用上次的東西加密 應該對方一個 沒有被Cache 不然你那個 Early的Data 就是提早先收 那個Data會Fail 對 所以這是有可能發生的 除了這些條件之外 你的Server必須要ReMable 就是 只是 Round Shift 其實這個相對比較危險 它有可能會被ReLow 對 因為它可能會Size 掉 然後你要花額外Low去看這個資料 呃 有沒有有沒有 就是你有沒有它相對的Keyes 跟基礎 所以你會用到更多的Resource 所以這東西是有點危險 所以Server有權力決定 你要不要開 所以如果Server不開的話 那些資料 一定要會立刻就做費 不錯 好 再來有一個提到大家比較關心 就是大家是不是那個 網路程式的開發 什麼 或是一些相關什麼類的人 會比較Cache 你有沒有標準的API 在你用一個Kernel 或是用一個Low去提供 答案是目前這段沒有 沒有標準的API 像TCP或是HDP 那底層跑的是TCP的Sati Sati Sati就是一個標準Interface 由Kernel提供 對 但你可能寫的是 QiC目前沒有 而預計看它看起來也不會有 它是一個非常活潑 就是會非常 就是Library Dependence的一個 一個Program 必須要這樣出 對 那有許未來會有 但目前是沒有 因為現在所有的開發 都是在User Space上裡面 比如說就是一個 你自己寫的軟體 然後那底層跑的是標準的 UDT的Sati 對 大概是這樣 所以你很難直接把 原本既有的Sati的API功能 直接整個整到QiC 所以QiC也相對比較困難 讓Hawai或者讓Kernel去 去優化 目前階段是沒有被 做這件事情的 好 這有些concern 因為其實不跟我們 就唸過去就好了 最主要可能就是 覺得UDT不會成功 因為大部分防火場 都會防UDTB也夠 所以 目前階段 一問小事的話 大概十四八就會失敗 像我原本想說 NL就失敗了 因為我打不到AWS 就失敗了 就失敗了 就沒辦法 UDT後大部分都會被擋出 那除了之外 因為QiC剛剛說的 他沒有Hawai 也沒有 所以 他支援使用是 還有可以優化的 基本上他 像Promos會好很多 但是 他會用到的results 會多非常多 這是你選擇 然後另外一個可能 就是我們不是Google 我們沒有那麼多results 其實那個 Netflix好像也沒有想到 那麼急 對 所以就是Google Scale的問題 然後另外還有些 就是他覺得不會 不會複習 因為體育 體育突到現在其實也沒有複習 不能出世 所以等於說 時間會證明一切 就去五年後 我們就會知道答案是 或是五年後 我就會換另外一個東西 講 就是這個 然後這個就消失了 現在也沒有幾點比賽 好 然後再來 這個是唯一跟Google有關的 就是 耶!我還是有講到一點Google 就是Google的設計 對 主要是現在 在Google上面 這個實作有一套叫做QIC 就是因為沒有要這種東西 但是因為時間有些人 然後 我覺得 這個 連POPPING都講不完 這個功能都不講 對 現在它資源到的版本是 DRIV的22 就是最前項的 但它沒有完全什麼 我覺得都還沒有錯 像它沒有做 呃 還有 所以 就 還在進行 所以 如果 難免很缺人 對 像我稍微剛剛討論一下 就是 有 發個Mail剛剛的講 發生非常缺人 就是如果你有興趣 覺得這個東西很新 你可以一起來參與 對 但現在階段的時候 其實resource 或是 你必須要 可能如果要看 stack 對 要不要說stack看完 才有可能參與這個東西 對 所以就 這個門檻有點高 不過就是歡迎大家一起來參與 對 還有一些討論 跟一些 喜歡語的實說 在電案裡面 大家可以自己看 好就是講一下 就是我覺得 GYC Go做的比較好的方式 它基本上是 小油版圖說 基本上你的底層 還是一種標準的 官方提供的LineRoute 你會用的是 Golan官方的Net 然後底下用的是 UTP3P的標準的Interface 對 所以正常來說 你原本要把一個底層是 一樣是用GolanNet 跟你自己是TCP3P 然後裡面是 一樣是Golan 官方的HTP的Server 然後跑自己的程式 application logic 那在GYC裡面 會做的事情是 它會提供一個 標準的HTP Interface 跟原本的 官方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如果你只有 用Interface 或你之後用Interface 你可以完全縫接棍 對 資底層 做的事情會改變 你一定要加密 你一定要用TS1.3 不然它的 HTP3P會廢 除此之外 它都一模一樣 所以即使你今天是開發者 你對這個都沒有興趣 你還是可以在未來有機會 可以直接 無統的轉到HTP3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這是結論 然後我們今天是介紹HTP3 介紹QYC 然後 呃 就是相關 然後我認為它在 security跟resource consumption 之上還是有很大的 性格的環境 對 但這個可能 以台灣這種小地方 或是我們的 生態來說 能做的事情有些 那我覺得我們可以做做的 做做的意思是 我覺得HTP3或是QYC 就是為了未來十年的廣播環境 而做準備 那以社群的角度來說 我們可以讓 就是 可以貢獻一下 相關開業的障礙 對 學習跟貢獻 應該是這個 米拉爾的 呃 這個conference的最大目的 就大家這樣 謝謝 好 這時間有限 我想 你就問一個問題就好了 一個有問題的話 不然我們不要結束了 好 好 主要 主要 同商一下 我們這次愛真人 如果你真的 都有興趣 或是覺得這個 討論起來很有趣 就是 等一下可以來 就是 我們台灣長 我們在一樓 好 接下來應該就沒看到 好 謝謝 我可以拿貼紙 有多類的貼紙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